不能患得患失 這樣就是非常蠢 輕了就隨便來威脅你 有視頻來威脅你 又有三類人啊 而且他會分區啦 每一區大概都挑一個吧 蛤 真的啊 有四個 選票很接近的嘛 綠營仇恨值最高的嘛 全台灣搞文革被拖害妄想 全世界最 風險最高的職業就是選舉啊 你知道嗎 你選舉誰是可能沒啦 從政的第一品質 就是勇氣啦 政治還是要有一點韌性啊 要讓人家看出 你不是好打的啦 讓魯麥有點尷尬啊 你棄權對不對 那綠營的會怎麼看你 就覺得說你真是胖 那就三分五十來威脅你 沒有啦我覺得 政治人物是這樣啦 就是 你本來就會面對一些挑戰嘛 那 可是你絕對不能患得患失啊 好像 隨時都在想一些 可能的 可怕的事件 那青鳥就隨便來威脅你 1450來威脅你 那揚言要罷免 坦白說啦 明年2月1號之後 民進黨即使發動罷免 對 我覺得大概也只有三類人啊 而且他會分區啦 每個區大概都挑一個吧 蛤真的啊 你覺得不會這樣子變T開花啊 不可能啊 美國也不會允許啦 你要罷亂嗎 當然是喔 真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政府這樣真的很糟耶 美國一定會有意見啊 說你到底執政要不要穩定啊 你是少數耶 我覺得民進黨大概考慮的大概只有三種人 第一個當然就是有事的啦 比如說嚴慌一神有罪 嗯嗯嗯嗯 那民進黨一定會針對你嘛 那最好是你台中已經有一個被罷免了 那怎麼還會輪到你呢 還是他覺得反正還限一個失去一個 不可能這樣搞啦 我跟你講這個不是開玩笑啦 那第二個就是選票很接近的嘛 對像板橋 居業圓支 居業圓支也不是最接近的 最接近的是揚媚啊 啊 哇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再怎麼樣 羅天偉你還贏了一萬五千票耶 嗯 那還有第三個嘛 就是綠營仇恨值最高的嘛 那最高的當然是徐曉昕啊 是 這個就不是說一定會沉的 他只是要讓你痛苦 對會發動啦 對對對 會發動但不一定能夠沉案 不一定能沉案 對對對 我的意思是說 欸你也動動腦袋吧 你以為綠營就是神經病 準備來全台灣搞文革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這個我叫做 這叫做患德患思啊 那整天就 就被迫害妄想啊 因為我知道他很珍惜這個立委 因為他是一路爬上來的 他當過里長你知道嗎 當市議員 對 其實他做事就是實實在在的人 我也跟他同台過 他講話也蠻實在的 但也因為他這一步一腳印 老實說算順啦 所以他很珍惜 珍惜立委 算順也 他也沒什麼遇過太大的挫折 當然沒有 因為以前 市議員是多席次的 對 然後里長的跟不用講 那個青菜選都中的啦 因為以他的強度 他跟江兆國防守潮也差不多 就江兆國防守潮要選市議員也是吻上的啊 那可是立委你們這一句就是 強奔嘛 就是 這大家實力都不錯這樣 他就是 那剛好當時的那個氣也好啊 就是順勢就上來了 可是我跟你講 很多地方都這樣 對啊 你以為人家一開始就是遙遙領先 是啊是啊是啊 有的選區也是你慢慢經營出來的啊 對不對 比如說我隨便講 趙天霖那一區 趙天霖當年打敗邱毅當選 他那一區也沒有穩贏的耶 那結果趙天霖就越拉越大 那個差距了 那也是經營出來的啊 可是 我覺得政治人物無論如何 你不要患得患失啊 因為從政 這個秋吉爾的名言啊 從政的第一品質 就是勇氣了 啊 你沒有膽 膽是什麼事都做不成 嗯 說實在話 看林斯明也已經說 事前又知道人數是 就算沒有他這一票 也還是會贏 真的嗎 他幹嘛要去呢 對啊 你問他好問題 他幹嘛要去 我這個問題就是 有兩個部分值得分析 要嘛就是他真的就是白目 要嘛是他是真的要去表演 這一套七票 他這個人真的不是白目那一種 對 他不是糊塗蛋 不是 不是 我跟他同台過我知道 他很認真的人 所以就是患得患失 所以我跟你講真的就是 他當天如果票夠 那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找個 這個可以缺行的理由啦 比如說你在基層啊 做什麼事啊 這個 這個理由好找啦 你就算躲在辦公室裡面 你說你在選區也都沒問題嘛 你不要在現場搞氣瘸嘛 所以那好 那你剛剛講患得患失是好聽了 那請問亮哥 他是刻意要去現場表演這一套氣票 讓一些支持者 或是讓綠營看到嗎 那這樣就是非常蠢嘛 你以為綠營這樣就會同情你喔 嗯 你開玩笑嘛這個 我不知道耶 綠營這樣就 就 如果本來對你有意要罷免啦 比如說我們說顏寬恆 我認為顏寬恆被罷免的機率是最高的 那你以為顏寬恆現在就跟民進黨四號 你就可以不被罷免 完全不會 絕無可能嘛 而且怎麼會沒有再多想一步 就因為你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被大家眾所關注之後 你是會被強打的耶 不管是 藍營的白營的仙桌 然後綠營的看你笑話 然後把你這黃鼠王給雞拜年 把你當作什麼聲音 我懂我懂這樣子 反向操作一搏 林楚音馬上線啦 當然啊 這一定啦 他說你看 對啦回頭是岸嘛 是不是 對不對 然後吳四瑤今天又捕你一刀啊 他說你就是政治工作不成熟啊 哇組合拳 很多啦 那江和樹當然 那跳腳 民眾黨嘛 就說我們當初 是動員民眾黨來票投給你們 嗯 我們是賣盧媽的賬耶 對不對啊 那這個也讓盧媽有點尷尬啊 是 不是嗎 是 對不對 因為人家是大姐大啊 對 按他一手帶出來的台中F4 當初他對立委選舉投入多深啊 是 對不對 盧媽媽啊 所以 不然我這個我就覺得 就你患得萬事 然後對一個政治 這個是很大的事件啊 他把他看他太小了啊 那可能的外衣的效應 沒有好好評估啦這樣啊 不過就看他第一屆啦 所以今天不是王鴻輝跟羅志強出來陪他 跟他一起玩嗎 對陪他 嗯 我講白了啦 你的選區有王鴻輝威險嗎 王鴻輝內區我選過啦 那個中山北松山 你不要覺得 你不要覺得說 松山很綠 那北中山不好搞耶 對他來說 北中山只有20里好不好 中山區有53個里 北中山只有20個里 對我要講 北中山很難 對北中山很難 但我就說中山並不好搞啊 中山區你這樣贏不容易啊 當初對於王鴻輝來說 其實蠻難的 王鴻輝如果對上了對手 還是那個 小帥哥的話 我看差距會在1萬票左右啊 也是很激烈的選區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王鴻輝整天都在 患得患失 是啊 說不要得罪綠的 不要讓綠的去把我造謠 那我就很多事都不敢做 很多人就在對比 我們隔壁朋友 剛才在書畫室 遇到他的葉遠之嘛 葉遠之這麼險 他也是馬上被揚言說 一定是罷免的前幾名的啊 他到現在每天都跟著團進團出啊 而且該批評的沒少批啊 好啦這個就是 所以我才說 你既然要走這條路喔 從政本來就是全 全世界最 通潛最高的職業就是選舉啊 你不知道嗎 你選舉誰是可能 沒啦 本來就這樣啊 在民進黨多少人這樣啊 還不是這樣重新來選 重新來選 然後在那邊幾年抹一件啊 都這樣啊 很多人都這樣啊 那個李居蓋林佳龍多久沒做公職 後來選上台中市長 他台中市長那個時候 大家的幫他下的表情叫做十年抹一件嗎 是嘛 不過他也不是台中人對不對 因為我還幫他寫了一本小書啊 你 好你先講完 他喔 林佳龍那個時候就發誓 每天一定要回台中睡覺 那他事實上是在黨中央當秘書長 每天喔 就有一次 晚上十點半還在台北跟人家 吃夜宵啊 那有人就說我就不想你今天回得去 那也是你說的是不是 不是啊 問那個啊 問他周邊的人就知道啊 結果當天真的做國光號回去啊 還是回去了 還是回去了 堅持 就是這樣 沒有啦這個喔 政治還是要有一點韌性啊 嗯 然後 要讓人家看出你不是好打的啦 對 我坦白說 比如說這次你 你棄權對不對 那綠營的會怎麼看你 就覺得說你這是PASS 對 那就3分50來威脅你啊 你看現在韓兵 韓兵哥他就說 你因為你這樣的一個操作 這一波舉動喔 然後就顯得你很軟捏 那你一軟捏誰都救不了你 大家一定優先打你 你怎麼會覺得這叫蘇晨 這個跟藍綠無關 這個是 破露出你的個性 對 你的本性 對 本性你知道吧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 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